有志而无种表现的女人最忘夫 男人遇到了请好好珍惜 第一 在你一穷二白时愿意嫁给你 一个女人会在你一无所有时坚定地嫁给你 做好了和你一起艰苦奋斗打算 说明对你的爱已经战胜了一切 男人要知道不是所有的女人都有这样的勇气 当你事业得意时 请不要忘了那个陪你一起吃苦走过来的女人 第二 在你父母生病时 愿替你照顾他们的女人 男人这辈子最割舍不下的就是父母的养育之恩 尽管如此 愿有几个男人在父母生病时 能够安心地守在父母身边 为此 娶一个贤惠的媳妇 就可以帮自己弥补这份遗憾 在你父母生病时 你妻子之所以毫无怨言地替你尽孝 是爱屋即屋的表现 因此 这等好女人一定要好好珍惜 第三 无论你多晚归依旧等着你 一个男人应酬和聚会是在所难免的 可无论你多晚回家 家里都有个女人坐在客厅里 静静地等待着你平安回来 女人不会先睡 是因为她太爱你 心里挂念着你 担心你在外面会有什么事 直到见到你回来才会安心 第四 在你叹气时 时常在你身边鼓励你的女人 俗话说 良言一句暖三冬 身在江湖社会难免不会受伤 所以这时能在你身边鼓励你 支持你的女人 从而给予你正能量 所以请珍惜 第五 在日常生活中 总是能把最好的东西留给你的女人 一些女人在日常生活中 放弃了美的追求 但是却舍得为自己丈夫买衣服 因为她们觉得丈夫是一家之俗 在外打拼 行头很关键 这种女人也会在做了稀罕饭菜 或亲朋好友送来好吃的时候 给丈夫留一份 这种女人随时都会做到心中有老公 对这种女人 男人若不珍惜 等于眼瞎 一辈子有多长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一切都有缘分